为了让更多孩童喜爱阅读 玉山银行及玉山志工基金会 所发起的玉山黄金种子计划 帮助偏乡偏远地区的小学 并劝募将近350万元的经费 来打造舒适的玉山图书馆 日前也在于池国小举办启用典礼 玉山成立黄金种子计划 在我们的偏乡地区打造玉山图书馆 最重要的目的是 希望能够缩短城乡的差距 我们要让教育不能有任何的距离 那我们现在已经这是 第140次所在于池国小 这140次所里面 我们觉得于池国小 他相当的有心在推动孩子们的一个教育 特别是在阅读的教育上面 那玉山非常乐意能够在于池国小 能够打造这样的一座图书馆 县府民族长洪瑞志也表示 图书馆是知识宝库 更是学习重要的场所之一 感谢玉山银行对于地方教育的关心 也期盼透过图书馆的启用 能够让学生快乐学习 快乐阅读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图书馆 是学校的知识宝库 那是学生还有老师 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所 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个玉山志工基金会 劝募了350万的经费 来协助我们于池国小 整修整个图书馆 那有一个美轮美奂的图书馆 更能够吸引我们的学生呢 来到图书馆来快乐学习快乐的阅读 县议员县命谋代表地方 感谢玉山银行对于地方教育的关心 也期盼借由玉山银行的善举 能够让学生有良好的阅读环境 我们玉山银行 玉山银行 来到我们于池国小 将我们旧有的图书馆 给我们修善 提供一些比较有阅读价值的书籍 书中自有黄金屋 阅读是相当重要的 县议员感谢主办单位的永心 也呼吁学生们要好好爱护图书馆 并多加阅读才能增广建文 记者邱平易 于是采访报道